试探星和顾仲生硬汗了一圈 宋让面色变幻 那小子的实力定然是没有自己高的 可拳头传来的力量却不比自己少 实在是古怪 顾仲生冷眼看着宋让 你想动手 宋让脸色的阴霾一扫而空 转而朗声笑道 顾兄这是哪里话 在下只不过手痒 听闻顾兄能够和秦浩过招 便切磋了一下 顾仲生倒也没揭穿宋让的意图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若是还想切磋 我随时欢迎 说着 顾仲生便朝着小镇前方走去 按照地图上的标记 要想去到冥王寿的巢穴 是必须经过这个小镇的 陆采薇与夜晚雨几旅 急忙跟上 两女都是面容娇好 堪比天仙之女 如此跟在顾仲生身后 倒是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只是顾仲生走后 那马思南才恶狠狠地道 副会长 那小子简直太狂妄了 纵让摩梭着手指 眼神阴险 慌什么 我看他离去的方向 应该也是冲着冥王寿而去 既如此 自然还能相见 马思南大喜 副会长的意思 等到冥王寿巢穴时 再将他咔嚓 速让冷冽到 之前与那小子退轰了一击 别看此人境界不够 但是战力 就让我都没有毕生的把握 贸然起冲突 只会消耗自己的力量 此处人多眼杂 让他多活一会又如何 更何况 宋让露出一个阴邪的微笑 大哥也会出现在 冥王寿巢穴那里 马思南更加兴奋 宋宇会长 有了会长出面 那小子必死无疑 纵让点点头 整理一下伤势 然后去冥王寿巢穴 是 小镇外 顾仲生走在前面 后面的洛彩威 看着顾仲生的背影 头一次对这家伙有了好感 他不仅花费自己的明火 购买神水 还不惜和清风会的人起冲突 虽然平时看上去汹汹的 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挺好谱的 想着想着 洛彩威不由自主地 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 不过就在这时 前方的顾仲生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洛彩威看着他 顾仲生看着四周 此处人烟稀少 没有什么明寿 便在这里将神水用了吧 说吧 顾仲生直接将神水丢给洛彩威 洛彩威吓了一跳 差点让神水摔在地上 他白眼道 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顾仲生走向远处 不要去还给我 说话简 顾仲生已经守在四周 不会让其他人靠近 一碗鱼锦里见状 也是守在四周 洛彩威嘟囔着嘴道 看在神水的分上便饶过你一次了 说吧 洛彩威这才取下沧海之泪 然后凝重地看着神水 打开瓶盖 这时候沧海之泪开始闪动 频率极快 好似极为兴奋一般 同时 沧海之泪发出一缕蓝光包裹神水 随后瓶子里的液体自动悬浮了出来 一滴滴地涌入沧海之泪中 沧海之泪仿佛一个贪婪的婴儿般 不停地损吸 瞬间便将神水全部喝完 在洛彩威使用神水之时 顾仲生等人则是在远处护发 不让人打扰 不多时 洛彩威终于将神水吸收完 感觉到身后的脚步声 顾仲生转过头去 洛彩威正连步一来 叶丸鱼几女看了过来 感觉到洛彩威的气息 几人都有些惊讶 顾仲生轻道 完了 洛彩威嗡了一声 另一旁的叶丸鱼说道 你的实力 洛彩威笑道 增加了一点 应该是因为那神水的缘故 顾仲生看着洛彩威 经过那神水的缘故 此刻洛彩威的气息波动 已经达到五星斗铃的层次 对于本届新生群来说 这境界可以进入前三 叶丸鱼惊讶地 看着洛彩威和顾仲生 如今随着洛彩威的境界提升 倒是自己像是脱后腿的一般 这使他有些低气压 洛彩威也是看向脖子上的沧海之类 更加笃定此物的不凡 等此次天地大战结束后 他必须回一趟洛家 到时候 这沧海之类 定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洛神墓必须依靠沧海之类打开 而洛神墓最重要的 便是那位先祖留下的造化 这么联系起来 洛彩威猜测 沧海之类说不定 就是那洛家先祖之物 如今这个队伍中 除了顾仲生之外 洛彩威的实力达到了五星斗铃 对于队伍来说是一件好事 天色不早了 原地休整一晚 明日出发 阴王寿潮学 顾仲生撂下一句话 便再次消失 几女并未觉得意外 有了上次的经验 他们知道顾仲生是去收拾柴火去了 这个男人向来不喜欢动嘴皮子 更喜欢去实际行动 很快 顾仲生归来 架起篝火 顾仲生首夜 其女安安心心地睡大觉 一晚中 洛彩威一直在研究自己的沧海之类 开启了第二层境界 以后遇上结界 或者空间封印 那就难不住他了 顾仲生坐在一棵树干上 双目紧闭 灵魂之力却蔓延四周 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被他知晓 一日 天朗气轻 汇风和气 昨夜的篝火已经燃尽 多彩威几女朦胧醒来 顾仲生早已等候多时 几女将顾仲生等待 整理一番 随即便整装待发 顾仲生翻开地图 朝着前方走 距离那冥王兽洞穴 仅有一个时辰的路程了 他们不停穿梭在森林中 途中也遇见好几拨人 不过双方并未爆发冲突 都是匆匆掠过 洛彩威说道 看样子 这冥王兽巢穴很热闹啊 这群人掠去的方向 和顾仲生要去的方向一模一样 显然都是冲着冥王兽去的 这让顾仲生有些意外 还以为知道冥王兽消息的人不多呢 现在看来 比自己想象的多得多 人数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也提醒顾仲生 要比之前更加小心 就这样 在一个时辰的赶路下 很快 顾仲生等人便停了下来 看着前方的一切 洛彩威己女 小嘴微张 因为面前的一切着实震撼 更不解的是 一股炙热的高温 始终环绕 很是奇妙 他们站在一处峭壁之上 前方是一个脸盘一般的大坑 这大坑方圆足有上百丈 在对面的峭壁之下 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巨大洞口 四周都是光秃秃的一片 这巨坑之中 不生树木草叶 唯有荒漠和黄沙 好热 洛彩威娥头上 浸出了好几滴香汗 几缕青丝贴在美额上 因为热气 小脸变得粉红粉红的 让人心醉 夜晚与几缕同样如此 这大坑 怎么像火坑一般 即便咱们站在峭壁上 依旧感觉热气腾腾 顾仲生皱眉 看向巨坑 沉声道 殿下似乎有古怪 古怪 几女看向顾仲生 不明所以 顾仲生是一几人别出声 同时闭上眼睛 磅礴的灵魂之力 疯狂地感受 她听到地下 似乎有海浪拍暗之声 再结合这炙热的高温 顾仲生忽然睁眼 恐怕地里是岩浆 岩浆 洛彩威大惊 擦干额头上的香汗 摘一片蒲叶给自己扇风 怪不得如此炙热 原来这锯坑就是一大口锅 而下面有岩浆炙 一碗雨看着前方的巨大洞穴 但冥王寿的巢穴就在前方 想要进去 必须忍受这高温 顾仲生说道 洞口有风印 暂时无人可进去 钟女细细一看 这才瞧见洞口的确有一层 不显眼的风印 暂时进不去 透过不显眼的风印 可以依稀瞧见 洞口有着成千上万的名寿 这个数量非常惊人 正在顾仲生打量着前方之时 不远处不断地传来破风声 一个个玄陵宗弟子 前伏后继的到来 这些人实力都不低 大部分都在六星斗陵 少部分达到七星 暂时没有发现八星斗陵 竟然来了这么多人 陆采薇看着四周 一碗雨解释道 若是正常的冥王寿 这些人定不敢染指 但这次的冥王寿 已经年老色衰 让他们觉得有机可乘 毕竟若是得到 冥王寿的明火 那获得的造化 是非常恐怖的 在几人闲谈间 峭壁之上 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 除略看去 至少也有好几百人了 这个数量 让顾仲生微微皱眉 没想到 此处冥王寿的人 竟然这么多 还是那句话 人数变多了 不可控因素也就多了 聚集此处的人 全部都盯着前方的巨大洞口 打量着四周 也有不少人 被此处的高温直接吓退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峭壁上 忽然发生一阵骚动 随即 占据最好视野的一队人 忽然自动退开 然后另一群顶了上来 方言望去 正是宋让 以及马思南等人 宋让显然也注意到了顾仲生 他面无表情 倒是身后的马思南 咬牙切齿 恨不得活吞了顾仲生 宋让等人刚到不久 又是一道破风声传来 然后 一个与着宋让 有着八成相似的人 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是宋宇 夜晚雨皱眉道 顾仲生看向那个宋宇 他无法看穿宋宇的实力 不过 能够挑落天罡榜第七的洋葱 至少也是九星斗灵强者 瞧见宋宇赶来 总让面子一喜 大哥 马思南也欣喜道 会长 您总算来了 宋宇看着两人问道 听说 之前你们遇上那个 新生第一人了 是顾仲生 马思南愿度道 那小子狂妄自大 连副会长的面子都不给 还敢和副会长交手 宋宇挑眉道 哦 你和他交手了 那小子如何呀 宋让说道 顾仲生的境界 虽然看不穿 但是不超过七星斗灵 可实际战力 远不止七星斗灵 我感觉他的战力 甚至堪比八星斗灵 宋宇微微点头 实力不错 绑在新生中 的确独树一帜 不过 在天地大会中 却不怎么够看 宋让露出阴狠神色 大哥 那小子不肯加入咱们 既然得不到 那便毁掉 他就在那边 看样子也是冲着 明王寿而来 若是有机会 直接废掉 宋宇看向顾仲生 所在的位置 好 正在这时 又是一阵骚动 所有人都转头 看向骚动处 只见一个五大三挫的壮汉 出现在峭壁前 无数人害怕地远离他 因此在他周围 竟空无一人 夜荒 宋与宋让两人 有些错愕 没想到这天罡榜 第六的夜荒也来了 夜荒是出了名的 护媚狂魔 战力极其强悍 再加上狂暴的脾气 基本无人敢招惹他 自夜荒之后 又有不少人敢来 不过接下来的人 都没什么看点 天罡榜靠前的人 也都没有再出现 方眼望去 峭壁上满是密密麻麻的人 这些人都在等待着 巨大洞口解除封印 随着时间流逝 洞口的封印 越发地薄弱起来 一声声名授怒吼 从洞内传出 即便是隔着封印 也可以瞧见 其中好似火海一般 足以想象 洞内名授数量 有多么的恐怖 终于 在无数人的等待下 洞口的封印 开始发出轰鸣声 然后一道道裂缝出现 最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封印砰的一声 碎裂成满天碎片 封印解开了 冲啊 其中 民兽数量极其恐怖 能否进入苍龙池修炼 就看这一次抢夺了 无数人从峭壁上 直接滑了下去 然后通过广阔的巨坑 冲向尽头的洞口 从峭壁上看去 这无数的人好似蚂蚁一般 密密麻麻 着实叫人择舌 峭壁上 顾仲生等人依旧未动 陆采薇有些心急 咱们何时动身 夜晚雨也看向顾仲生 他也有些安耐不住 唯独顾仲生 他看了一眼 宋宇两兄弟 十分淡定 记住 一会儿进入洞口后 打不过就跑 我没功夫救你们 陆采薇挪了挪嘴 夜晚雨则是点点头 另一遍 宋宇和宋让 终于也是忍不住 宋宇到 进入洞口后 莫要在低级明兽身上 浪费时间 咱们的目标 是明王兽 一旦杀掉明王兽 进入苍龙池后 便可获得最长的修炼时间 宋让几人点点头 进入苍龙池修炼的时间 就是以明火数量来决定的 走 随着宋宇一声令下 几人立马冲下峭壁 见宋宇等人也动身 顾仲生这才说道 给走了